嗨 歡迎收看週末大報掛 您好是阿主播李沛軒 新一天下午2點鐘 歡迎您準時加入我們週末大報掛的行列 我們小豪的午報已經結束了 所以歡迎大家幫我們換個房間 歡迎您上YT搜尋大新聞大報掛 幫我們找到子頻 請幫我們按用訂閱鍵 看到縮圖先點個讚 打開聊天室 加入關門討論節目內容的行列 也感謝我們一些觀眾朋友 名單裡面製板凳 而且已經先斗內了 感謝CINFIA提醒大家多補充水分防中暑 也感謝我們何仙仙的斗內 週末政論最佳選擇精彩點評隆迪家 天氣很多變請多注意 感謝首手的斗內 說這個主播下午好 非常感謝觀眾朋友我們來送暖 那也歡迎大家幫我們持續進入到子頻 一起跟彼此來討論 接下來兩小時節目內容的行列 那不管是發表看法也好 或者是你想跟彼此一起來詢問 有沒有辦法找到同好 但請記得幫我們遵守幾件事情 就是尊重別人不同的言論 也請務必啦 不管是我們昨天自己卸身之痛 或者是常常看到對我們來賓的一些不禮貌 請務必不要再改別人的姓 改別人姓非常不禮貌的一個行徑 而且你要改我的姓 因為其實在友台 他有一模一樣的記者叫這個名字 所以你可能會找到另外一位記者的名字 大家還是尊重彼此的言論 是相當的重要 又不一樣的想法沒有關係 歡迎多多發表你的看法 在今天當然我們會有滿滿的課問者相關的題目 那從這個法律面 或者是等一下我們剛好也今天請到了 比較專業的來賓從食物面 又或者是從這個政治面裡面 方方面面來看 尤其我們知道今天小草喊出集結令 會在今天的下午6點半的時候登場 這些我們今天都將談好談滿 先歡迎我們第一小時非常優質的節目來賓 我們的歷史哥林醫生 大家好 大家好 他們的吳宗憲委員 大家好 他們的漢庭議員 那我們就直接拉回來 我覺得很野餘的一個照片是來自於陳水扁 其實他在前兩天他就已經PO過照片 那他這一次PO的新的照片 短短的兩句話 但是我們實在是搞不太清楚他是在臭 還是真的是要幫忙打氣 先請教歷史哥 在柯文哲的被北院裁定羈押境界 陳水扁日前已經先在 柯文哲被吳宝請回的那一次 他就喊話說不要忘了16年前 我兩次吳宝請回 而如今柯文哲被羈押了 陳水扁貼出了兩個人的合照 他們兩個人手上拿的是堅持兩個字 可是他寫了 醫生照顧受刑人同是天涯淪落人 那只是我們不太清楚最後的結果會是如何 可是光看到陳水扁的這張照片 還是讓大家覺得其實不勝唏噓啊 兩位一個前總統一個前市長 現在都是面臨的官司 不過柯文哲的抗告我們現在看起來 因為抗告期是從裁定送達之後期要算10天 那預料律師團應該最快要在本週 會向高院提抗告 可是我怎麼查都看到大概是 停留在6號那年的新聞 律師團也在評估 我還沒有聽到進一步到底要不要聽抗告 目前我就有所知 是因為柯文哲個人之前有表達出 不想要抗告的一個意願 那這邊給大家講一點消息是這樣子 柯文哲他之所以不提抗告 跟他可能不想要交保這件事情 是誰什麼時候 是什麼樣的情景提出來的 這裡的消息來由我可以很直白的引用 就是現在所謂的七人緊急 這個緊急應變中心小組當中的江和樹 他親自跟我講的 那這也是在我在我們這個也是 我們的節目一起battle裡面問過來的 他很清楚的告訴我說 是在柯文哲被請去檢連偵辦的那一次之前 在柯文哲宣布要請假之前 在內部的會議上 就已經由柯文哲自己本人表達了這個意願 而這個意願呢 這個很清楚的說 如果要交保他不會交保 如果要抗告他也不會抗告 那很明顯柯文哲當時心裡 已經拿定一個主意就是 他要往司法不公司法迫害的方向去走 所以也才會出現在禮拜六 也就是上週六的時候 這個陳志涵在第一時間跟大家說 柯主席會拒絕交保拒絕抗告 是那樣的一個情境之下 只是這樣的一個心境 隨著柯文哲在這個當時在北院的居留室 北檢的居留室待了這個兩天 那最後放出來之後 似乎柯文哲的想法跟心智是有所動搖 那你說奇怪 民眾黨就算是新的政黨也成立五年 這麼大棟 雖然人數看起來好像不是 當然沒想來歷那麼多 可是應該有一個比較 這個確認的一個方向 其實這件事就跟律師那一天 走出來的時候 那個剛才莎莎跟我們更新的六號的時候 那律師他內心當然是想抗告的 但聽到盡力了 那時候我們大概就知道好像不太妙 對第一個 第一個大概是很難成功 因為印小威 吳順明 沈慶金 再加上這個副市長 全部通通都 這個彭震生通通都抗告失敗 那第一個如果假設你看到失敗 你是不是又進一步鞏固說 其實你有罪證的這個狀況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那麼關心政治 但是柯文哲這個事件是非常外溢的 有非常多的人 在各個地方大家吃瓜追劇 在看這個事情 所以到底要不要提抗告 他一個有政治上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方面呢 他會有什麼 他會有這個 這個司法的一個工坊 就是說會不會他提了抗告 那之後對他的司法有產生一個不利的影響 這也有可能 那再來就是柯文哲個人心智的改變 柯文哲在去被 這個第一次拘留室之前呢 他的內心是非常堅定的 但是在第一次拘留室出來之後 似乎他有跟身邊的人透露出一些消息 其實也不錯 其實這個黃國昌也有出來講 說這個主席很關心說 居留室的人權狀況怎麼那麼差 希望將來可以做改進 那當然就是黃國昌是很會說話 可是另外一方面 據我所知的是柯文哲對於那個環境 是非常的不滿意的 那是不是有改變他的一個想法 因為我們要知道 被羈押的條件比坐牢還要困 今天憲哥在這邊應該是很知道的 就很清楚那個環境跟條件 是很糟糕的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這個柯文哲有沒有改變他的想法跟心智呢 所以這個其實是目前民眾黨最大的狀況 就柯文哲柯主席雖然被關進去了 但是整個黨還是要靠柯主席來運作 可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就出現說民眾黨其實每一步 在做決定的時候 顯得非常沒有計畫跟雜亂無章 那可能靠的更多的是 來自於他們現在整個中央委員 然後各個大家表達意見 甚至包括他們黨內或者是 輕柯的KOL 比如最有名的館長嘛 這樣的一個表達這個意見 那也就造成說 現在民眾黨的非常多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個你真的搞不清楚 但是接下來民眾黨想要往哪邊走 一下說要集結 又有人跳出來說不要集結 那柯主席呢自己錄影說 大家要認真工作好好生活 結果今天現在此時此刻 我剛才看到江和樹也在受訪 正在大高喊 司法不公 司法破壞 可是就柯文的個人本人 他並沒有直接講說 司法破壞或者是政治破壞 這樣的跟當年阿扁那舉起來 他是有講到說受盡領弩 就是他基本所有的意思都指向司法破壞 但是他就沒有把它給講出來 或是頂多講到政治風暴 對政治風暴 就是他不把話給講破 可是他黨內又把它講破 可是他一方面又發布影片說 好好過日子 對對對 所以其實他有一個非常像 非常錯亂的一個狀況 這也是現在民眾黨最大的問題 就這個黨成立五年以來 甚至整個科團隊成立十年 因為柯文哲從政十年 他有個團隊嘛 科團成立十年 黨成立五年以來 從來沒有一次 就像陳佩琪的心情 解法33年 第一次獨守空規的感覺 那很難受 所以他現在身邊的人 我是覺得真的要冷靜下來 對民眾黨來講 這是個巨大的難關 有一些像柯文哲自己透露的 我現在手機被扣走了 會有多少的事情 昨天我看報告也有做很深刻的討論 就是未來民進黨 會不會拿這個來處理你 所以現在民眾啊 到底要往哪裡走 是一個天大的問題 然後回過後來回應一下 阿扁這張圖 阿扁這張圖 當然你要說阿扁蹭柯 好像也很難說的過去 因為阿扁跟柯本來關係 就非常密切 所以這個也不能說阿扁蹭柯 也不能說柯蹭的阿扁 因為兩個人本來就這個很好 但我覺得阿扁想借機表達是說 我是無辜的 我也是被政治破壞 順便在他的立場 他想幫柯醫師做個聲援說 柯醫師也是被政治破壞 可是呢 這個就整個社會的觀感 我認為是四個字 叫適得其反 因為阿扁在我們社會的 普遍觀感裡面 出了兩三%的貶名 大部分都覺得他有罪 連民進黨的人也不覺得他 罪氣的是現在還在外面吃相喝 對對對 大家不爽 唯一的辛惠是說 他兒子終於政治生命被幹掉了 被人砍掉了 所以唯一爽的是這一點 那阿扁這個時候 給他這一種貼出來 他到底是在送暖呢 還是在送火呢 其實我是覺得 這個阿扁還是 這個點子點吧 這樣子搞其實不太險 不過阿扁倒是很敏感 他說我兩次無保請為 那也有一說啦 就是說 柯文哲 確實在這次發生事前 有請教過阿扁 所以 他有一些做法 大家等著看 其實也不用等著看 你自己仔細從 上週到這個禮拜 你會發現 似乎有一些相似之處 怎麼樣去具體呈現 當在司法戰裡 處於弱勢的時候 怎麼樣維持你的群眾 聚而不散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阿扁當年是用 手銬加高喊司法破壞 從此之後 雖然貶迷呢 是一日白夢一日久 但是整體來講 貶迷依然 還有個2-3%的人 死驚在那邊 這也是阿扁現在 護身符 就是你要動我 我的貶迷會很激動 那些台灣國的衣 就會衝出來 那柯粉一樣 尤其柯文哲 現在還是一個 昂黨的政治人物 他原本大概有 15-20%的實力 那現在就算消掉一半 那至少一個7-8%的實力 而這7-8% 也比貶迷多個2-3倍 那這個是他的護體神功 那也是保住柯 就算未來從政不了 至少保住他自己的司法後路 他可能會在這段時間被羈押 而且我認為會辦得非常的慢 就慢慢臨時你嘛 那辦個4個月 甚至給你延壓一直延壓 然後到最後再把你放出來 但是就基本上 讓你的官司跑不完 但是不管怎麼樣 未來真的要把他關進去 或者是怎麼處理他 至少他有一群底氣 而這個底氣呢 是目前來說 民進黨也還在看的 就說我要怎麼把這個底氣給採吸 所以接下來民進黨的重點 就是會針對這一塊 繼續來出招 所以我只能說啊 遊戲呢 剛開始 才第一步走完 或者說 第一階段結束 第一階段是什麼 柯文哲給我關進大佬 那個手銬出來 第二階段 正要開始 感謝我們一些觀眾朋友 我們的斗內 感謝尼玉玉的斗內 說國民黨請自立自強 不要一直被牽著鼻子走 感謝泰宇專家的斗內 積壓科的實際事證又是什麼 是小省1500嗎 那我也可以說 中立999 高雄888 林森肥2000 感謝何仙仙的斗內 阿伯先跟李樹德道歉 那時候是誰送李樹德進去的 就是阿伯 那可是我們先從一些 法律實務面來了解一下 當然律師團這邊 要不要在這個禮拜 不管是預估的時間 9號或10號 也就是明天或後天 來幫柯文哲提起抗告 可是在我們的電視牆的 左下角特別整理出來 是貪污罪裡面 當中的圖利罪 還有就是抗告的成功率 這部分要請教下憲哥委員 因為我們知道抗告成功率 據說是不高的 有沒有什麼樣的要件 必須要符合 律師要能夠提出才有機會 否則是不是二審法官 通常都會支持一審 而我們講到的貪污罪裡面的圖利罪 有趣的點是在於 過去普遍 可能還有定罪率是大概五成左右 不過在近三年的數據上面來看 已經幾乎要超過九成 甚至在去年的時候 有達到百分百定罪的成效 這之中到底出現了什麼改變 其實這個世界上有獨立罪的國家 確實不多 但是在獨立罪還存在的一天 本來我們就必須要 如果遇到相同的案子 我們就是要去偵查 那獨立罪它其實跟我們所謂的辯明 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如果說今天行政機關它要辯明的話 它所有的行政行為都必須要是一個 合法的狀態 那獨立它的前提就是行政行為 它有違背了法令 那才會有後續獨立的問題 那這幾年其實對於獨立罪 檢察官在偵辦的時候 其實會非常的嚴謹 在扣違背法令的那一塊 不會隨隨便便起訴 所以檢察官變嚴謹 應該是讓獨立罪現在成罪機率 變高的主因 那跟法院是不是說 對於獨立罪的判決有罪放寬 我是不這麼認為 我是認為說檢方對於證據的認定上面 是變嚴謹非常多 那這段時間其實有人一直討論到 獨立罪什麼結果犯或什麼行為犯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在 如果你只是要討論 柯文哲的案子的話 其實不需要討論 是不是結果犯這個問題 因為所謂的結果犯 但獨立罪一直以來都是結果犯 他沒有未遂罪的這個問題 所以你今天即便你有違背法令 但是如果還沒有達到有任何人 因此而被獨立的話 那基本上這個案子是沒有成立犯罪 那因為在本案 如果依據法官或是依據檢察官 他認定的犯罪事實的話 確實這個容積已經核定了 也開始見足了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以獨立罪的 構成要件來看 他是屬於結果犯 是屬於計稅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在本案 大家不用再聚焦在 是不是結果犯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在法律上 已經沒有討論的意義了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去討論說 律師要不要抗告 其實律師要不要抗告 這當然是取決於律師的想法 因為在這個案子 我必須講一個 再押被告抗告成功的比例 真的是超級的低 至少我自己從來沒有遇過 我自己偵辦的案子 我申請羈押 而應該這麼說 我自己申請羈押 被駁回的機率就非常低了 而且我大概有統計過 我離開檢方前五年的所有生押 都沒有一件沒有成功過 所以本來檢察官這申請羈押 就會很嚴謹 大部分的檢察官都這樣 那申請羈押成功之後 然後律師抗告能夠成的比例 真的不高 確實也是有 但是比例真的是不高 那在這個狀態下 律師他們會去評估 有沒有必要再去提一次抗告 但是不提抗告跟他說 我如果要我交保 我也不繳錢 我就是讓他關 這兩個邏輯不一樣 可是不高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很難舉證 到底程序上有什麼瑕疵嗎 還是 因為羈押與否跟有罪與否 是兩個不一樣的概念 有罪必須是要嚴格的證據主義 嚴格的證據採證之下 罪證確証才能認定你有罪 但是羈押單純是保全證據 有時候是為了防串供或什麼的 對他只是防串供跟逃亡 主要是這個 所以今天檢方他要證明的點子是 第一個他是不是有犯罪嫌疑重大 那這個部分我想 目前高院的認定 以及第二次地院裁定 其實他們是認定 是有犯罪嫌疑重大 那再來就是 他有沒有竄證或逃亡的問題 就是那個當初法官的認定 那律師他當然可以 從這兩個角度下去 且第一個 有沒有辦法說服將來的法官 本案並沒有犯罪嫌疑重大 那如果沒有辦法說服法官的話 就是要朝向第二個環節 就是有沒有辦法告訴法官 他並沒有逃亡或竄證 那如果這兩個東西律師都沒有 很有把握能夠抗告成功的話 有的律師也許就會踩 他就可能不走抗告的這條路 因為萬一你看告然後又被高院 又再發回庚財 不是 高院如果頒駁回的話 那其實是很難看的 而且他駁回的理由裡面 會不會又再次認定一些 對被告不利的 這個都很難預測 所以這當然是一個訴訟上的策略 那就是看他的律師 怎麼去評估了 但是我在這邊要跟大家 講的一個東西就是 千萬不要隨著政治人物起舞 政治人物總是把羈押跟有無罪 混在一起談 事實上羈押與否 那個無保請回與否 跟有罪與否是完全無關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 在法律上面是不同層次的概念 有罪 像陳水扁那個是有罪判決確定 所以今天大家又把陳水扁 跟柯文哲兩個拿來比較 我覺得這個在法律上面 也是有點不倫不類 因為一個是判決有罪確定的被告 的受刑人 一個是目前尚在羈押的被告 他根本有罪無罪都還沒有認定 你怎麼把兩個人拿來互相比擬 這在法律程序上面來看 是完全不同層次的東西 那一樣我剛剛 講到另外一個不同層次的就是 羈押與否跟有罪與否 這兩個完全沒有關係 不能夠把兩個混在一起 混為一談 所以我看這一天有很多政治人物 開始去大作文章 或是柯主席他在第一次無保請回的時候 也有人大作文章 或什麼 其實我個人認為都沒有這個必要 因為這對於案子將來的進行 其實是沒有太大的關聯性 最後我可能就回應一下 剛剛歷史哥有提到說 載壓環境的問題 其實羈押的環境確實 沒有獸型人的環境好 因為獸型人他可以下工廠 可以看電視 然後可以去福利社買東西 對 但是因為羈押禁見的被告 他沒有這些權利 所以確實他的環境 會比較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相信就是說 以柯主席的狀況 那個看守所應該會幫他安排 跟他關在一起的人 他應該會安排一些比較穩定 性格上面比較穩定 不會去安排一些暴力犯的人 跟他關在一起 我跟你講這個索方應該會有一個 比較好的安排 那還有一個就是 先幾天其實大家一直在吵鬧 吵一件事情就是說 柯主席還是民眾黨的誰說 為什麼只能吃麵包 喝果汁還是牛奶 然後說這樣侵害人權 那其實這部分我覺得這部分 可能柯主席是有點誤解 因為在救審的時候 他關在拘留室 其實那個時候很常發生自殺 所以我自己在當檢察官的時候 我在學習的時候 我在桃園地檢 就遇過一個用皮帶上吊 那我在試行地檢的時候 遇過一個他用皮帶刀自殺 所以有一些人他用現刑犯 或是具體逮捕到地檢署的時候 他確實在那個時間點 我們要很小心他會不會有自殺的傾向 所以這時候因為便當要用筷子 所以我們是不讓他吃便當 這不是侵害人權 不是故意給他難看 而是所有的案子都這麼做 所以你去院檢的拘留室你去看 其實就是給他吃麵包跟喝牛奶 這是為了安全 那甚至很多時候 我們會請他把皮帶卸下來 然後身上有帶鋼筆的 原子筆我們都會先幫他收起來 甚至有一些比較 就是感覺有自殺傾向 我們甚至連眼鏡都會把他收起來 就是這可能會造成危險的東西 所以並不是說給他吃麵包跟喝牛奶 是侵害他的人權 而是有時候因為你在居留室 沒有辦法有人24小時盯著你的行為看 這跟你在檢方開庭 或者是在調查站接受詢問的時候 有人坐在你旁邊不一樣 所以他沒有辦法在那個時間點 他給你那個可能有一些風險 像筷子什麼那些東西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 他只能吃麵包跟喝牛奶原因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因為有人把他扯到跟人權有關 那我在那邊可能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持平的去看這個行為其實是 這跟親愛人權是無關 那就我想說這個地方 因為我自己的食物上面比較知道 就跟大家說明一下這個狀況 請教漢婷也是不慎息虛 其實剛剛先看完了陳水扁跟柯文哲過去的合照 當然也有一些人開始慢慢的挖出柯文哲的書 或者是以前的受訪紀錄 而例如在2013年的柯文哲的書裡面曾經寫過了 如果我做的所有事情都要讓法律追究的話 可能下輩子都要在牢裡面來度過了 很多人就現在擔心這會有沒有可能會一語成秤呢 當然我們後面等一下標題也都是要下出來 就是說我們現在還是要以無罪推定論 那黃耀明他同時也回想出來了 曾經在2014年的12月專訪柯文哲的時候 當時柯文哲也講過一些話 那這些話聽在現在也等於是10年後的現在 也還是會覺得如果當初再多堅持一點 或許今天就不會是這樣的結果 裡面寫到柯文哲自己也說我都是對的喔 那沒有人敢反駁我 所以我也擔心再也聽不到實話 當初為了預防出事的方式就是把敢講實話的人放在身邊 也就是蔡壁如 漢田以下看來覺得怎麼樣 看到柯文哲的很多事情還是要引以為戒 尤其是從政的人 如果我們從這個柯文哲過去的這兩個月內所發生的事情 而且他都是有先後順序對柯文哲的打擊 造成一波又一波的 什麼意思 就如果是在他1月份或者是剛選完總統 然後爆發精華塵案 那個時候支持他的人 信任他的人肯定是比現在還要來得更多 那為什麼現在相對來說會比較少呢 就是因為經歷過了先前發現你的選舉帳戶是有問題的 你的團隊治理是有問題的 然後可能黃珊珊李文忠什麼木可 這一些阿里阿渣的事情發現你的遇下能力 你自己都說是人不明 那麼再一波又發現你又去看房子 然後又給自己買大樓 這一些讓人覺得你的誠信也好 或者是你是不是在財產上面對於金錢上面 有一些不一樣的態度對人格打上了疑問 正是在這樣一波又一波的衝擊之下 所以現在爆發了精華塵案 才會讓有一些人覺得好像也不無可能 所以如果回過頭來的話 那麼他自己應該要檢討 就至少如果回過頭 比如說半年之前 假設金華塵的事件都已經發生了 但半年之前他至少可以選擇 那他的競選帳戶可以管得嚴一點 他不應該全部通通都交給他的什麼李文忠 也通通不應該去跟木可搞在一起 他也不應該拿到了補助款之後呢 就去看自己的商辦 或者想說是不是要去換一個房子 因為這些都會累積對於他的信用帳戶大打折扣 而造成現在即便他守住了清廉 但是也守不住他的很多的保證 比如說什麼呢 就比如說他這一次我們檢調所收出來 號稱收出來的USB的1500 到目前為止媒體都還有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就文字版當中 只有寫到小審1500審慶金 這是一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就是在電視上面可以看到 哇那個圖做的可精美了 上面不僅有日期上面還有寫說叫做審慶金 然後金手人圈圈圈 1500萬 下面一行叫什麼 財團科叫科技總裁 金手人圈圈圈圈 金額總共有三行 到剛剛為止呢 在某些電視台的畫面仍然都出現 所以這所謂的1500到目前 就目前還在播還在討論的就兩個版本 那到底哪個真哪個假呢 北檢都不告訴你 這就非常可惡了 因為有一句話就是 再怎麼討厭柯文哲 都不能夠容忍東廠復辟 但我們覺得現在就是黨 檢 媒 合一 無疑是東廠在世 一波又一波的假新聞 因為呢像我先前有一段時間 人不在台灣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 各種新聞標題都跳出來 然後或者很多政治的朋友 就會傳給我 傳 哇 這個不明賬戶700萬 陳佩琪抓到了 我就說哇 那這樣死定了 結果點進去看 好像也不是這麼一回事 再一個標題千萬金流抓到了 點進去看好像也不是這麼一回事 然後呢就在禮拜五晚上的時候 跟一些政壇媒體圈的好朋友 一起吃飯 吃飯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新聞就看到 1500萬USB賄賂鐵證 對吧 然後我們當時一看到標題 哇 死定了 哇 你看這個柯文哲這下糟糕了 那但是呢再一看 就大家一討論 好像又有點怪怪的 所以就是如果都只看標題的話 確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後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麼如果我前面已經700萬 就翻過車一次了 這次還要再跟嗎 不一定 而且現在最關鍵就是 到底有沒有更詳細的證據 因為1500它到底是指時間還是指金額 最簡單的方法 就你看一下同樣檔案裡面的 其他筆資料就可以知道了 如果其他筆的資料 假設下一筆叫做1800市府會議 你就知道這就是指時間 那如果下一筆資料 叫做9527 或叫9487 這很明顯跟時間對不上 那市金錢的可能性就大幅增加 對吧 可是關鍵是 9453 就沒有人跟你講下一筆資料啊 就你也不會知道下一筆資料是什麼 就如果今天有下一筆資料 我們去比對一下它的前後文 如果它1500叫審信金 那它前面可能有個1300 然後什麼吃飯 那就很明顯這就是時間 可是呢有它的前後現在告訴我們嗎 有公諸社會大眾嗎 沒有 那目前公告的這個道理是真的假的呢 北檢也不告訴你 你不覺得非常可惡嗎 好 那麼第二個層次 這也要怪柯文哲自己自作自受 這我當年在市議會是有罵過他的 為什麼 因為他在2014年選台北市長 包含2018年推所謂科批認同卡的時候 他都說 我們的公務員會見財團 會見與市府有往來的業者 要做登陸要做報備啊 結果呢到現在才發現 他會見審信金 根本在廉政單位當中 在政風處當中 根本沒有做任何的廉政登陸 所以市政府是找不到 所有柯文哲跟審信金的 會面會談或者是餐序 或者其他所有的見面資料 所以假設1500是一個會面的紀錄 那柯文哲你也沒有跟台北市政府 來做登陸 所以現在變成死無對證 那怪誰呢 那柯文哲自己也要自作自受 因為你自己主張所有的會面 都應該要報到台北市政府 可是你自己卻沒有報 而第二個問題就是現在 因為已經禮拜天了 在昨天的時候呢 還不會有這個質疑 但是到現在禮拜天 我對民眾黨就會有一個質疑跟問號 什麼意思 因為現在理論上 就到底柯文哲2022年11月1號下午3點 有沒有跟審信金會面 市長市應該是有掌握行程的呀 所以當時在市長市的人 如果你手上還有紀錄還有資料 應該立刻就可以拿出來告訴大家 漢婷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你的這個就是同事啊 議員陳怡君他也爆料說 因為是不是如果就算是見面時間 是可以記錄 因為柯文哲要進行連政登陸 要進行連政登陸 就是只要是跟與市府有往來的 這個業者財團 那不論是請託官說 然後參序或者送禮 都必須要做連政 連見面都要登陸 都要登陸 而且這也是2014跟2018年柯文哲自己說 要求就是所有的政務官 都必須要這麼做 然後呢在應該是 因為在2022年的時候 當時我有這個在直選的時候 批過柯文哲說沒有做到這件事 然後今年在2024年的時候 那一樣就是有報導出來 因為在5月份 然後他去會見審信金這件事 那政鋒再一次的告訴大家 沒有登陸 那沒有登陸 當然這是他的這個政治問題 那再來一個就是 我覺得目前民眾黨如果手頭上 當初是跟在柯文哲旁邊 市長市的人 你手上應該有這個資料 應該可以馬上丟出來 就是在禮拜五晚上 好這個所謂的媒體 告訴大家有1500審信金 那麼應該到禮拜六 你民眾黨市長市的 你就應該可以拿出 當初的歷史紀錄跟刑事例 告訴大家 不是那個是時間1500 柯文哲跟審信金 好可能有私人行程 對吧那這不就一翻兩瞪眼嗎 就減掉說那個叫做錢 但是你民眾黨或者當時 柯文哲旁邊的市長幕僚 有刑事例 立刻秀出來 不對這個是私人行程 這個是有會面 那不就是一翻兩瞪眼 這所有都一清二楚啊 可是到現在禮拜天還沒拿出來 那當然也會起人疑鬥 那是不是當天的 柯文哲市長的下午行程 就是所有他的幕僚 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去見了誰 因為假設未來有人質疑說 在2024年的9月8號下午兩點鐘 侯漢廷是不是去吃喝玩樂 不是嘛因為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在上大新聞大包括 直播都有證據啊 所以當時柯文哲那一天做了什麼事情 那他旁邊的人有沒有幫他做紀錄 或者如果沒有紀錄的話 那他又在做什麼 有其他不在場的證明 那都可以在現在拿出來做佐證 就這才是打臉警方最好的證據 不過當然啦就是被告本身要自證清白 或自己拿出不在場證明 本身是一件很吊詭的事情 但沒辦法因為你是柯文哲 因為民眾黨現在要捍衛自己的政治清白 要打臉北檢 好那麼再一個層次就我認為啊 民眾黨目前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就不如化被動為主動 我建議民眾黨可以控告北檢涉犯圖利罪 北檢跟北院涉犯圖利罪 圖利特定媒體是嗎 對 為什麼你看圖利罪的構成要件 叫明知不法對吧 然後給予他人利益不法的利益 而且呢要有結果 剛才委員都有說 你看刑事訴訟法245條 就講了偵查不公開 所以北檢或者是北院明知道偵查不公開 卻刻意的違法把特定的消息給了特定的媒體 哇而且還不只一家 給了特定的媒體 讓這些媒體呢獲得了廣大的關注 獲得了廣大的流量之相關利益 而且已經有結果了對吧 現在大家都要引用這個媒體 大家都要去看他 而且他的收視率確實也比較高 那這個樣子北檢或者是北院 就確實涉犯圖利的罪嫌啊 那當然應該要去告發 然後來做調查 那就不要到北檢去做告發 那也怪怪的 比如說你可以跑到新北地檢署告發啦 跑到這個基隆地檢署告發 跑到桃園去做告發等等的 那這樣認真去查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發現 那即便他可能不是承辦的檢察官洩密的 那他可能也不是這個法官所洩密的 那也可能是比如說調查的人員啊 去搜證的人員啊 還是在這個檢察這個檢察署裡面 掃地的阿伯去洩密的 都要去查清楚啊 都要去查清楚啊 那如果真的不是的話 也可以還給檢察官跟法官一個清白 所以我認為啊 這個民眾黨真的是可以去控告 北檢涉犯圖利罪 不過當然就是他也會招來必要的報復 因為北檢一定就覺得很不爽 所以很有可能會對柯文哲做更深刻的打擊 那麼這一些的這個政治拿捏 但是這就是凸顯 你看北檢在這件事情上面 自己都違法 違反偵查不公開 黨檢媒合一的這種權力拒授 無人能敵 那這就是民眾黨要去思量 當黃岸晴給民眾黨憲策的同時 我也想要幫我們的北檢跟北院一把 就如果你要避免有圖利罪嫌的這嫌疑的話 也務必幫我們思考一下 下次放消息的時候 還有別的管道可以來做 我們一定就週末大報告跟大新聞大報告 一定會完整幫你們披露的 而且會寫得很清楚 到底有沒有萬還是沒有萬 我們會把它做成更精美的圖表 拜託選我們一下 感謝首手的抖內 柯P有嘴說別人卻沒有嘴說自己 證明他誠信大破產 一樣我們必須回溯一下 這也是在十年前 如果我們沒記錯的話 同樣是在2014年的電視台特別報導 請教歷史哥 我們一樣把時間拉回去 這也挺尷尬 那時候是在做一些專題報導 你看到標題還寫選將點名 裡面的柯文哲 一樣回到十年前 當時陳佩琪在等門 他也說你今天怎麼這麼晚 柯文哲說是因為他忘記USB 所以陳佩琪就說那找到了嗎 他說沒有但就先回來了 那也是因為這一句話 看得出來USB在柯文哲的宇宙裡面 有多重要 這也被挖出來 是不是如今USB也成為爆派所謂的關鍵證物了呢 首先先講這個USB 我們當然不知道說十年前到現在 到底柯文哲的行程 是不是還是自己用USB打開 然後傳一個檔案在裡面 我想現在因為大部分 基本上要嘛就是用Google行事例之類的 就是說行事例軟體來登記事情 但我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剛才其實漢妮提的關鍵 就是說這個行程為什麼到現在 民眾黨的這個團隊 沒有辦法把這個找出來 因為現在民眾黨的當權派 我們都是市府來的 就是陳志涵為首他們當時進來 那是不是當時市長是辦公室主任 叫做李文中 那現在李文中被民眾黨開除黨籍 然後他又被扣著 現在要戴這個電子腳要監控 所以這些相關的行程 是誰安排的 如果今天是李文中 李文中跳出來講一句話 那有公信力嗎 所以其實現在對民眾黨來講 陷入了一個非常尷尬的窘境 就他出事的人 涉案成績都太高了 市府這邊出事的人 是副市長彭政生 那更別說副市長以下 可能還有其他人 都已經被抓去問了吧 那在柯市長自己的核心團隊裡面 市長是主任 當時是不是李文中 或者李文中 扮演什麼角色呢 那李文中能夠去幫他做證明 李文中這時候出來說任何話 我想就社會公信力來講 不會有人相信 因為連小草都不相信他了 那以目前 我剛才在我的頻道 有做一個調查 就是說 這到底有多少人 相信柯文哲的狀況 那我問的是說 那柯文哲目前的這個司法狀態 你怎麼看 那我問的就是說 第一個叫做 就是貪污罪罪證確鑿 再加上應該是貪污罪 只是證據不夠鞏固 這裡的人加起來呢 就已經五成了 這很高 而且我這邊 大家了解 民進黨的支持者 還算比較少 如果民進黨支持者 再加進來的話 那比例會壓縮得更厲害 你那邊民眾黨支持者嗎 我這邊我不確定 有沒有民眾黨支持者 可能沒有 其實應該還是有啦 很喜歡按島站 好啦 我相信很多民眾黨支持者 還是要了解 我們在跟他討論是什麼 圖利的部分 大概有大概兩成多的人 那相信柯文哲完全無罪 只是被羅織罪名的人 已經不到三成了 那如果假設說 我的受眾裡面 都是這個樣子 那整個社會不是 我的受眾 不是整個社會的受眾 畢竟我們平常在批賴清德 我相信很少 綠的支持者這麼多人嘛 他一直 一直來這個 聽我每天講賴清德 ABCD 那肯定不是嘛 我們才算清德中 雖然我現在都叫他清德中 這個賴神通 謝謝謝謝 但不管怎樣 那可以代表說 民眾黨現在的路線 此時此刻喔 還是有很多的小草 那還是上了這個 在抗議的這個現場 而且從南部 還要自己繳押金上來 可是這是一個正確的路線嗎 還是說這個路線有沒有作用呢 當年阿扁被關來說 扁民也是很激動啊 也是上街抗議啊 可是並沒有辦法動搖 這整個一個狀況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只能講 民眾黨給我的感覺 就他現在的這個當權派 他這個所謂的危機應變小組 事實上就四個字叫草台班子 就很鬆散啊 就最簡單的 1500真的你知道 東西丟出來 結束 我相信蔡壁如在的時候 絕對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今天去哪裡 幹什麼 見什麼 吃什麼東西 做什麼全部都有資料 而且連政會一定有登記 那再再回過頭來 現在很少人批判 大家都在罵 就是檢調說 怎麼可以丟這些資訊出來 我當然 我每次講到北檢我就說 北檢現在這種查案的方式 簡直就是東廠 東廠行徑 我還把他寫在臉書 還有媒體引用 就代表我的官方立場 OK 可是 他是東廠行徑沒有錯 但架不住你柯文的自己老鬼啊 對吧 我看這個 這個波及有在上民眾黨的官媒 就是那個叉叉之聲 不要幫人家廣告 他現場也是批判你自己做得來的 那天我遇到趙少康 趙少康說什麼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是誰讓你自己 步步陷入這個圖利罪的危機啊 是誰讓你自己最後 在拘留室吃麵包啊 是誰讓你自己最後 被羈押今天帶走啊 你一定說 檢調羅茲罪名 我相信檢調有沒有想要 把柯文哲關進去的一個方向 背後有沒有政治在說 但檢調的功能本來就是 我認為你有罪 我就是要辦到你有罪 不然檢調出來幹嘛了 檢察官是出來幫你判案了嗎 他也不是法官 所以檢察官在進行他的職守 至於後面有沒有政治的力量 還有證據有沒有嚴謹 自有社會公論跟公平 還有他專門放消息給鏡周刊 大家也是批判 可是還是迴避不來一個事實 就是你柯文哲跟沈慶金過重聖密嘛 這些事情到現在民眾黨不敢迴避耶 你柯文哲跟沈慶金什麼關係 那再問一個問題喔 柯文哲跟沈慶金誰介紹的 我跟妳講誰介紹的好不好 黃珊珊介紹的 黃珊珊是什麼 民眾黨白內障善後小組召集人 民眾黨現在緊急應變中心裡面 雖然沒有黃珊珊她被停權了 但柯文哲出事之後 請問陳佩琦坐誰的車回去 請問柯文哲坐誰的車回去 請問誰再載他們來 所以大家就問柯文哲的內容 怎樣怎樣 我就問一個問題吧 你民眾黨現在沒有內奸嗎 我不是說黃珊珊是內奸喔 但是你這個案子你能辦得好嗎 你這不就一頭金兩頭賭嗎 為什麼 你一根金要跟沈慶金切割關係 說我跟沈慶金沒有那麼密切的關係 我只是去陶珠影演唱一次歌 其他我又不知道 都是彭珊珊幹的 另外一根金你跟沈慶金的好朋友黃珊珊 每天住在一起同吃同住 還要他來接你 我的天啊 你民眾黨被毒死才有鬼 你民眾黨到底有沒有想救柯文哲 如果你真的想救 你們黨內要不要洗牌一下 我的天啊我快昏倒了 再來國不可一日無君 黨不可一日無主 那你民眾黨到現在 柯文哲已經收他禁見 他還能行使黨主席的權利 更別說他本來就請假 那你民眾黨到現在 像六神五祖無頭蒼蠅一樣 有的人說他上街去抗議 所以江和蘇就請了幾個請的人來了 等一下阿伯無罪 清白柯P什麼在那邊高喊 問題是社會大眾 哪怕我就說我的社群已經相對 沒有像綠媒對柯文哲是 百分之百認定有罪了 你看我剛才不給大家那個調查嗎 我給大家說 真的覺得他有的現實 真的覺得已經罪證確鑿人 只佔了我頻道的人 百分之十五十六左右而已 我這個調查都公佈在我的社群裡面 再預告一次 我就要寄發票給你了 真的嗎 沒有我只是說引用那個數據 我意思是說 在這樣子比較友善的社群裡面都這樣 那你就想想看 整個社會的社群裡面 是怎麼去思考柯文哲這件事情的 綠媒那個臨近黨那三層的鐵盤 怎麼看柯文哲的 其實你們用那種方式去聲援力量 是非常弱 我是要驗證這個 就是說 用錯誤的方向去救柯文哲 為什麼阿伯還要死 昨天這個館長還是前天又爆氣了 直接三支金噴 譬如說現在外面有網紅又在找他 他什麼插插圈圈插插插什麼網紅 不管 我現在就把阿伯救出來 怎樣你現在是梁三伯 這個 這個是什麼 水浮傳在演 怎麼他跳去陳佩琦的話 他只是有犯意沒犯行 怎麼了嗎 怎麼了嗎 對了 所以陳佩琦就被調查了 對 智瑶公司只是 這個要賣做小草咖啡 只是沒有忘記登記餐館業怎麼了嗎 都可以啦 今天的困境是誰製造出來的 今天的困境是誰製造出來的 不就你自己製造出來 然後我知道民眾黨的粉絲現在 因為館長的存在 所以一直用信仰在思考問題 還在黑我說什麼 我抹黑館長 上次我在這裡講了嘛 是館長點名我的嘛 結果我把館長點名我的這個 應該是8月14號的 那個片段拿出來的時候 瞬間一對館粉從我那邊退潮 還順便按個導站 可以啦 你如果都老師要這樣子 現在永遠出問題的 你可以說你踩到狗大便很衰很臭 那你為什麼不把路看清楚 狗大便是不該出現在那裡沒有錯啊 哪一個王八蛋 他的狗大便不把他親走 應該被環保局抓去罵 應該被罰錢沒有錯啊 可是你踩到的是事實啊 你踩到之後你還到處隔 因為你不知道你到處隔 那還是事實啊 那你要不要收拾嗎 大家理解這個意思嗎 今天被車撞到很衰 但是沒辦法改變 你被車撞到的事實 你今天被人家說羅子罪名 你很衰 但是你沒有辦法改變一個問題是 你現在被關進去 你要怎麼救嘛 你要攻擊我沒有關係嘛 你自己點名 我點名你回去 派你的粉絲用宗教室在進攻 你如果當宗教室進攻的話 還說阿伯越海越細啊 這一下就不是吐成阿伯了 真的就是要一直靠北 靠著阿伯了 那手銬就不會拿下來了 那都要用情緒式的發言 今天讓柯文哲越陷越深 讓民眾黨越陷越深的 恰恰就是你們這一群 這個用情緒在處理事情的人 我跟大家講啊 昨天民眾黨的高層 那前兩天民眾黨的高層 自己在民眾之聲不是又爆氣了嗎 然後這個什麼 來我想大家都引用嘛 林昭映嘛 昭映我也在 我也算跟他是聯友啦 我們之前也有互動過 叫你們上街頭 一下出國 一下上班借口一大堆 好那你今天叫你上街頭了 禮拜天你會出來嗎 他崩潰了你會出來嗎 這下小時的題目 真的喔下小時的題目 好啦這等一下留著啦 我只是說 這個狂話是已經往上蔓延到什麼 已經往上蔓延到他的幹部核心了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啊 而且我再跟大家報個小掛 現在的民眾黨的中央委員 因為上一次2022年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中央委員選舉 然後因為敗選的關係 大家知道當民眾黨中央委員 其實是有責任的嘛 那不少是藉這個中央委員 然後來進行他的縣市議員的選舉 結果敗選之後 有不少的人就退開 就退到第二線就沒有參選中央委員 然後進來替補了這些新的中央委員 很多是很純的科粉 但是純久了就會變狂 那所以現在黨中央的這個狀態跟氛圍 你會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情緒是下不來的 那我已經提醒到這 所以我是覺得 小草民要想一個問題啦 今天要救阿伯 心情要放輕鬆要平靜 你一直用那種高昂的情緒來打 那我們就用高昂情緒回給你 而且事實上你把我罵錯 把莎莎罵錯 把誰罵錯 你沒有辦法改變阿伯會從土城裡變出來啊 他沒有辦法阿伯變不見 再次又變出現 從金華城直接變成桃朱銀元嗎 不可能嘛 所以其實回過團還是要 心情平緩的要想對策 就司法就司法 就政治就政治 那這樣才能真正去解決問題 但是我剛才講到結構性的矛盾 一定要處理 否則民眾黨接下來我對於 如何救出阿伯這件事情 我個人是採取悲觀的一個角度的 希望大家加油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 高防曬凝露